大家好 我是DMS 我是一個Transformer的收藏家 變形金剛對你有甚麼回憶 其實小時候看亞視都有很多選擇 但當小時候在文具店接觸玩具時 首先會先接觸變形金剛 因為當時未必叫變形金剛 是微星色出雲 或是Dalacron 本身都已經有一些變形的 無論是飛機也好 手槍也好 貨櫃車也好的變形機械玩具 當時已經令到自己對於 未有變形金剛出現之前的玩具很著迷 到G1開始播放的時候 整個人就彈一聲 投入了 所以你問我 其實我未有變形金剛之前 已經喜歡變形金剛 你是以甚麼準則收藏變形金剛的呢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 純粹是機體造型吸引 本身在劇中也有一定的戰鬥力 我也會有興趣 你最喜歡變形金剛的角色是誰呢 那當然是 綠面獸 綠面獸 為甚麼呢 他都確實是我自己首位一指最喜歡的角色 如果可以變成變形金剛的角色 你想變成誰呢 那當然是綠面獸 因為第一 他實力是首位一指的 第二 他的變化比較多 七個變化 跟所有變形金剛來講 如果純粹是說變形金剛的話 他都應該數一數的厲害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最喜歡的變形金剛收藏呢 其實呢 最主要 就是 這一盒 Milk Clossover 這個Ori Toys 如果大家有玩開 Exit Ring的話 都知道 Ori Toys 是一間十多公司 所以 那次 這個 Milk雜誌 是一個網上版 你只要光顧它之後 就可以抽獎 那我就有幸地 抽到這一盒 200盒 其中一盒 成為了其中的幸運2 那本身 看到 它 所有的舊化 都是人手的 所以其實你拿上手 跟你平時玩 這個 Exit Ring 那些Figures 是很相近的 因為摸完之後 這隻手是 黏黏黏的 那當然 其實本身你可以留意 它的舊化 是做得非常之足的 那變了 作為一個收藏品 或者真的一件 Transformer的玩具 這個Operment 都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你最期待推出MP版本的變形 是哪一種呢 我會覺得 是呢 都是綠面獸 為什麼呢 其實綠面獸 它所推出的產品 真的不多 所以 如果MP 能夠將它 產品化 再加上 以現在的技術 我相信 在外形上 或者玩法方面 都會非常精彩 你對變形金剛 35周年 有什麼感想 或者期望 其實很簡單 希望會繼續有40年 50年 60年 70年 80年 100年 等等 當然 如果有一些新的變形金剛系列 無論是動畫也好 電影也好 不停定時推出的話 我們的老變迷就不會覺得悶 亦都 在產品方面 我相信都會有很多新的衝擊 帶給玩家 變形金剛 二選一 什麼叫二選一 博派 還是龐派 狂派 我拍文 還是麥加登 電影版還是動畫版 劇場動畫版 可換性還是收藏性 收藏性 合金 還是塑膠 塑膠 懷舊元組設計 還是一些新的設計 新設計 拿劍 拿槍 一模多用 還是原創新模 原創新模 複雜可變 還是美形外觀 最重要是 變貨櫃車 還是變貨 當然兩樣都會變 什麼大佬